看一下 看到Q是背對他的 所以想要去做一個攻擊 翻得很大 天啊 90度的翻船 對 要看他有沒有去做一些綁腳的防護 如果有的話希望不要有大礙 辛特利竟然還可以跑動 他就跑到裁判前面 對 哇 這是鋼鐵人嗎 是翻90度了 哇 不過他被吹了一個技術犯規喔 因為裁判剛才吹那個走步了 他非常不以為然 剛才是踩到簡佑澤的腳 現在反而是簡佑澤執行了這個技術犯規的罰球 哇 場邊的觀眾 要控制一下情緒啊 是 不能丟東西進來啊 這個 這樣子不太OK喔 我覺得這個聯盟可能要 對這些的 觀眾不需要有些管制喔 沒錯 看了三季的比賽 還第一次看到 觀眾的情緒 也是有點一發不可收拾喔 野獸也被吹了一個技術犯規 對 當然大家想要聲援心特力喔 不過 還是要控制一下情緒喔 尤其現場是 7000人滿座 對 找看 接下來的 處理會是 裁判要去釐清的 對 因為主要是剛剛 辛特力踩到 右者的腳 他也不是說故意埋地雷或什麼 他是先站在那邊 沒錯 那禁區比較擁擠的情況下 踩到了 發生這樣子的受傷了 只能說雙方的球迷都非常在意 主隊的勝利 對其實簡單推這我覺得 右者不可能是故意的啊 他上場時間又沒有那麼多 哪有時間 想我要去買地雷啊 而且是大家都快速的移動過程 對對對 就是 我覺得辛特力也沒有錯 他要去攻擊背對他的Q喔 但只能說有時候 球場上會有這種比較 運氣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還是要控制住情緒喔 對 如果現在 不幫這邊自爆的話 那真的就 比賽可能就去了 第二次技術犯規的發球前 又真的沒有發進 主要觀眾還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尤其是把東西丟進場內的觀眾 在NBA是會被請出場 對 我覺得這是 大家要控制喔 對 而且裁判有權的 終止比賽 然後 快結束嗎 我 快結束了 沒有 其實 說 你 是不是